艾滋紅 各位大家好 我是肯定國家公園的解說員許翠玲 歡迎各位來到社頂紫昂公園 社頂紫昂公園與肯定森林遊樂區 同屬於隆起高位珊瑚交流地形 社頂公園裡面除了有珊瑚交流列骨 以及石灰原洞穴外 还有丰富而美丽的动植物景观资源 寒春地区四季不分明 但是甘丝季节却相对的明显 这也影响了摄陵公园的动植物生态 在夏季多雨季节 处处残鸣鸟叫 彩蝶飞舞 在树林林里面 你还可以看到 猕猴以及赤腹松鼠的觅食 到了秋季的时候 赤腹鹰以及灰面狂鹰的过境 更是让摄陵的天空大塞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摄顶自然公园里面 这里原本是一片的开墾地 其中长满了马鹰丹 以及纸花长岁木等外来的蜜原植物 因此经常吸引了非常多的蝴蝶 在这个地方挥舞 近年来由于自然的眼地 渐渐的已经被杂木林 以及灌木所取代 感觉上好像蝴蝶数量减少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非常多蝴蝶在这个地方挥舞 以及残暖的景象 摄顶公园因为地理位置叫冲锋 所以生长在高位山湖礁上的植物 就形成了所谓的风茧树 而这些风茧树就好像是大自然的盆景 也是摄顶公园最美丽的景致 因为地壳的龙身运动 使得原本受到海浪侵蚀的海石沟 抬升到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 而这些珊瑚礁证明了台湾以前真的在海底 当我们走在摄顶公园 不妨想想看自己就是一条美人鱼 正悠悠自得在海里面漫步 不论是我们刚刚经过的小裂谷 或是现在大家所在的小峡谷 甚至于是大峡谷 它们都是属于珊瑚礁石灰岩 因为龙屎作用以及地壳龙身运动的张力 让它们沿着珊瑚礁的天壤破裂面断裂而成 而延时的天壤破裂面 我们就把它称作为结理 请各位抬头看一下 顶端是不是有一块珊瑚礁岩卡着 所以小峡谷又叫做爆珠峡 等一下请各位经过洞口的时候 小心一下你的头不要撞到了 因为洞口也是由掉落的珊瑚礁堆垒而成的 明霄亭在夏天不仅是休息晨凉的好地方 更是赏景的喝梭宅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整个设点的森林景观 还可欣赏到东海岸的碧海蓝天 如果天气好海面上没有云层 可以清楚的看到蓝云 每一年的九月赐福音 以及十月灰面狂云过境的季节 营销亭更是赏鸟人士的圣地 欢迎大家在明年的九月跟十月的早上 跟我们一起走进社敌 体验一下赏鸣的乐趣